台灣有同意 早應該說服台灣 我最討厭什麼動物 最討厭經濟 因為經濟會獨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批中國旅客 那該班機原本是在10月6號凌晨2點應該要飛往北京 但是機場先是跟他們說 欸 延了兩個小時 然後機主人員撤離之後經過多方的交涉說 可能還要再延個10個小時左右喔 到了中午12點半才起飛 所以他們就在機場用英文大喊 Go back to China! Go back to China! 集體大喊啊 那懂英文的人應該都知道搞笑的點在哪對吧 我們馬上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沒錯 Go back to China 的意思啊 大致上大部分的情況是用在別人對你說 滾回去你的中國你快回去中國吧 是給了一種滾蛋 如果硬要說的話也可以說是啟示的一種 你能想像這是一幫中國人講出來讓自己滾蛋的意思嗎? 如果今天是一群韓國人在喊 Go back to China! 那就代表現場有中國人而他們讓他滾蛋 是吧? 那中國人在現場講這句話就代表他們希望中國人滾蛋 意境是這樣子的 所以真的是連基本的英文都讀不會 會造成國際笑話 我知道你們的意思是我們要回中國 但是你們用的英文表達的意思跟語境就不適用於這樣的場合 是吧? 非常搞笑 當然我也看到有不少的粉紅開始在洗地說 沒什麼問題啊對吧 本來就可以這麼講 是那些反共的人啊那些台獨啊 1450啊恨國黨在大驚小怪 真的是這樣嗎? 要不然今天日本人還想看 Go back to China! 然後他再解釋說 我是住在中國的日本人來 因為航班延誤我想回到中國啊 你看看你們小粉紅邏輯會不會馬上變正常 是吧?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網友的留言 像這個網友說什麼呢? 取消英文教育終於發揮成果了 中國遊客回國班機被延誤 集體在機場高喊 Go back to China!滾回中國! 老外們在想 這種要求我從來沒見過 來自上海的網友就說 被人家嫌棄也是有旅遊的 來自加拿大的網友說 會英文的和不會英文的 全都給沉沒了 哈哈 那看完這些還有更搞笑了 疑似有中國的女子 買了台灣代表選美比賽的權利 代表台灣來參賽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我確定它不是台灣國際 透過國際單位去查 好像這個不是我們台灣派的 我們台灣派的我們都去問過 我是來自台灣的 然後我在國內做的是選美行業 在我們國家萬國小姐 非常的紅非常的火 所以為什麼很多小姐 從演藝或模特兒 甚至有些是八大行業 想要拿一個開頭 想要透過這樣子的模式 提升她的知名度 就我所知我所參加過的是要提交護照 大家界定的方式又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沒有確實擁有這個國家的 這個護照 或者是公民身份的話 要怎麼界定可能還要再開個特別大會 其他的我就不說了 相信我們台灣人最care的就是 你的口音是台灣的嗎 你講的那一些 真的不要給我搞笑耶 我是來自台灣的 然後我在國內做的是選美行業 你說是陸佩嫁來台灣拿到身份跟國籍的嗎 那這得要多少年啊 依照他的年紀 他是不是十幾歲 就要同養期嫁過來了 是吧 當然不可能嘛 或許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是什麼呢 他在台灣出生拿中華民國護照 然後呢出生之後 馬上在接受教育前 在中國出生長大 自然接受中共國內的洗禮 所以口音很自然的 就像中國那邊的 這個北方那邊的口音 是吧 不排除這種可能 但這個機率大還是小 當然這個大家可以在心裡有一個答案 而台灣選美協會的人 也說沒有聽過這號人物 所以他打從哪冒出來的呢 至今這個選美代表 跟他的團隊 還沒有對外說明以及回應一切 而他的IAG號 開始發文也是大概四五天前 開始發文的估計是個小號 而且發文的文基本上全是簡體字 你今天如果接受台灣教育 在台灣長大拿台灣護照 你不可能在IG上 還不是小紅書喔 是IG喔 每一篇都是簡體字 對吧 那這就是實書詭異啦 那最後還有一個台灣網紅啊 在10月10號的時候 發布了在北京天安門局的五星紅旗合照的畫面 但是他陰陽怪氣的在天安門前面比了一個六四 還利用機位把人共和三個字給遮掉 變成什麼呢 中華民國萬歲 而他自己也表示當地的攝影師也問他 你比這個六四是啥意思呢 還是四六是啥意思呢 他說那個是楚國義的楊成林的生日 所以他當下在做這個行為的時候他非常緊張 畢竟天安門的安檢比較嚴格 而他在中國旅遊的時候呢 還非常幽默的做了當地的街坊 反諷一下想要統一台灣的那些粉紅的民眾的言論 幽默又不會給自己帶來危險 我們帶大家來點評一下他這段拍攝的畫面吧 大哥你好 說到台灣你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台灣要統一 統一單做好一個大錢 大中國 還有其他的嗎 沒有其他的 就要統一 統一中國是吧 做的是鹽黃子孫 是吧 那你知道如果解放軍要攻打台灣的話 會挑什麼時候打過來 不許不會打 應該是合同點 除非美國他要插手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在半月打過來 不會 因為統一米豆奶 不會 絕對不會 統一米豆奶 說到台灣你會想到什麼 哦 它是合理問題 這個就台灣的問題 這是什麼 對 這個梗就台灣懂 是吧 它是咱們國家的一部分 這個人體制呢 是我的一塊肉 那你說我能 能不能不想台灣回歸嗎 我靠你一個人笑嗎 卡我一笑 如果蔡依林入華了 入華了 入華了 中共會發佈什麼命令 我覺得中國對你們台灣這個問題 也沒有什麼表應 中共會發佈禁酒令 對 可以 請問您對台灣的印象是什麼 挺好的 屬於中國 中國的靈魂 那還有其他的嗎 沒有 早應該說服台灣 回歸祖國 我想換個問題 你知道中國最討厭什麼動物嗎 中國最討厭 中國最討厭什麼動物 最討厭金雞 因為金雞會獨立 金雞會獨立 就像台灣 哈哈哈哈 OK 就是蠻幽默搞笑的 然後又 瞬間讓一些這個粉紅當機 是吧 好 那我要怎麼回你 OK 大家可以去他的IG 去鼓勵他去留言一下 不錯的一個 但我不知道他下次還能不能再入境中國 OK 但是我最近有一個計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敲一下我的IG 或是在我email留言 就我最近有個計畫 還有一個更暖心的是 中國的A股在這禮拜五前 又爆點回了三千一百多點 瞬間一夜快回到三千點保衛戰 那就有兩個最有名的網紅 一個叫做大蘭 因為有千萬的網紅 他鼓吹 大家一定要入股入市幹一波 結果他現在被封號了 唉 這個人啊 在中國賺很多 他光靠那些會員賣客森 一個人賣六七千人民幣 一年作收兩億元人民幣的這個收入 而他基本也不是教你財經 教你什麼的 但他是打著財經這種 這個賺錢怎麼發家致富 是吧 但他賣的這個課程是 教你怎麼做自媒體 然後弄這個去耗錢 但他自己的這個財經專業 基本與這個世界背道而馳 他就是靠你們這種粉紅 然後去相信他那種越弱智的 他賺的越多 然後他現在被封了 那很明顯他應該也是哥夠了 是吧 他為什麼會要叫大家衝呢 很明顯應該是後面有人 而且他也知道這一波 小粉紅下去逃 會損失一波 那就是有機構有主力 叫他這麼做的 好讓這些人撤出來 你也跌這麼多 早點你又是結束了 幸好我總是沒買進去 我靠真的嗎 給新股民上課來了呀 嘿嘿嘿 好稀動 怎麼你這麼多 我還在轉回來嗎 我以為你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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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 我靠打一牛逼啊 落下來了 我以為你改了 我把籌碼全交出去了 結果你給我這個樣子 你兩天給我丟失 爸爸 我以為你改了 如果遇事錯 我真不是 你把怂炮全你放冷靜 老子等了將近十年 才等到這個行情 你讓我冷靜 冷靜不了一點 兄大無腦說的就是我了 昨天聽了大蘭的話 今天早上全倉乾淨 一進去就開始跌啊 搞得我今天飯館都沒心思去了 我都想去找大蘭 你不是說的四千點嗎 怎麼三千多就開始跌 完了完了 可算完了 明天怎麼辦呢 開盤是什麼樣啊 你們有沒有今天跟我們一樣 一定是開始跌了呀 大家知道 小白菜昨天滿倉殺進去了 所以還蠻關心我今天的戰況的 昨天虧多少個點就不說了 因為昨天整體是賺的 有原本的倉位在嘛 就抵銷了 今天呢 我差點滿倉跌停 現在V起來了一點點 現在滿倉套了差不多七個點 那另外一個更扯的中國網紅啊 那個老大爺嘛 叫做愛在生秋 對吧 他說什麼呢 中國的A股會漲到一萬四千六百點 這是史無前例耶 中國的A股以前最高來到多少 多少點 五千還六千吧 從來沒有過六七千 你直接吹牛到一萬四千六 這等於是 如果以三千為基準 這可是三千的幾倍 你覺得 一個正常人 OK 好啦我今天換句話說 台股在今年 可以漲到十萬點 你信嗎 什麼樣的人的認知會去信這種話 那還有很多人就是要這個網紅出來負責 當然他騙你們是一回事 但是他吹到這麼誇張 然後你們去買 然後被騙 關於他 怎麼不怪氣的認知 活該配得像這樣的這顆鐵拳呢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Bio 下次再見囉 掰